您相不相信,这个看似纷繁复杂的世界,其实只是由一个或几个规则支配,而这些规则也都极其简单 时间回到上世纪70年代,当时剑桥大学的一位名叫约翰·康威的数学家,开发了一个叫生命游戏的电脑程序 这个程序的界面有点像我们的围棋盘,不过它是可以无限延伸的 上面的每个格子都有两种状态,一种是亮的,一种是暗的,这是不是有点类似中国哲学里讲的阴阳 约翰教授说了,亮的方格代表生,暗的方格代表死 那一个方格到底是生还是死呢?这取决于它周边的八个方格 规则有以下三个,第一,如果一个亮亮的旁边全是暗暗,那这个亮亮就会暗下去,它死于寂寞 第二,如果一个亮亮的旁边有三个以上的亮亮,它也会暗下去,死于拥挤 看,活着可真不容易 第三,如果一个暗暗的周边有三个亮亮,它就会变亮,这就意味着诞生 在设定了这三个简单规则后,约翰教授将程序调到初始状态,就是这样一个画面 大家看像什么,像两条鱼对不对 我不知道约翰教授是不是在模仿太极图里的阴阳鱼,或者只是一个巧合罢了 不管这个,我们看接下来的结果怎样 看,程序开始以后,整个棋盘上就生生灭灭,热闹非凡 正如庄子里说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 我们可以发现,方格跟方格之间的互动产生的图景千变万化,它们还可以结合在一起繁殖出新的生命 同为建交大学教授的霍金曾在一个节目中介绍了这个实验,表示这太令人震惊了 在霍金看来,这个生命游戏最可怕的地方,是这个由方格组成的世界 它的发展,似乎永无止境,而且不可预测 没准有一天,它就会进化出,像人类一样的智能 在细思极恐之余,我们也不禁联想到 我们的生命从哪里来,宇宙从哪里来 是不是也来自最初的一个或几个简单规则呢 而像老子,庄子,以及易经的创造者,当然还有佛陀 是不是都已经把握了这些最初的规则呢 这个实验虽然只是个简单的模拟 但它直观地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不管表象有多么复杂,背后的运行机制也可以很简单 还是那句话,大道质简 按道价的说法,万物都是从道引申出来的 道以及阴阳就是宇宙最初的规则 那我们如何把握道呢 让我们回到这个生命游戏的程序 如果要理解这个程序里的造物主 也就是约翰教授的规则 最好的方式,当然是回到程序开始的那一刻 同样,我们要想把握生命的本质 宇宙的本质也必须回到原点 即混沌未开的那一刻 这就是《道德经》第十四章说的 能知古始是为道计 那方法是什么呢? 老子说的六个字 叫自虚即守禁度 一个人只有通过修行虚到极点也禁到极点 才能回归宇宙原点与大道合一 然而,我们往往迷失在现实的幻象里 已经很难一瞥道的真相 当然,极少数人除外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